所以我们在前面做了四项定理 就是利用我们的3.1来做 我们还有两项 直接这两项 那个证明事实上都是类似的 我就是刚才的一个延续 我就是令Xn是在随便一个sequence 然后Xn是去上X0 Xn去上X0 那我的原来已经有了 原来已经有 我的FXn是一定去上L 这个是已知的一个条款 所以我的FXn是去上L 那如果L是大于0 那这个FXn呢 我也可以预期它是一个正数 起码当N大的时候 那所以我这个FXn的根号呢 是合法的 那它就是会去上 这个跟L 所以这个是已经做完了E这个部分 那F那个部分呢 也是用sequence的 我知道就是 我当然知道就是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我就有FXn呢 以这个Xn带进去里边 这个不等式是成立的 那 现在呢 在这个命题底下呢 各自都有limit 我就说 这个L 比较小于m 那这里呢 是我说 利用3.3 3.3 comparison theorem for sequences 那书上呢 是有做这个的 原来呢 我是没有讲 那 在这里呢 逃不掉了 那就 我就补充一下 那边是说什么呢 那边是说 事实上有点像 夹击就有这个味道在里边 就是 我现在有两个sequence 都是有limit的 有两个sequence an跟bn 那 然后都有limit的 如果每一个sequence an都小于bn的话 则它们的极限呢 也是小于等于 这个 不见得会 相等的 不见得会 绝对不等的 那 就是利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sequence的 comparison theorem 我们叫比较定理 意思就是说 这个limit 会保持 这个不等号 简单来说 是这个样子 我加这个 左边加不等号 右边加不等号 这个不等号 左边加limit 右边加limit 不等号还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 如果那个是对的话 那我 我现在这里也是 当你有xn去上x0 然后这个的limit 就是l 这个的limit 就一定是m 这个是已知的 然后他们会保持 这个不等号 这个就是3.3 所说的 所以只要有3.3 对的话呢 那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 那3.3 也不能看 这个当然是非常直观的 就是你有a跟b 那an是收敛于a的 bn是收敛于b的 然后每一个an都比bn小 那你的a跟b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证明呢 也是用反正法来看 我假设这个结论不对 这个结论不对 就是a是比b大 a比b大 然后你的an最后是要收敛于a bn最后要收敛于b 那是不是就一定有一些n呢 是违背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不等号 是不是 对不对 那 那就 矛盾嘛 如果a要绝对大于b的话 是不可能有这个现象的 那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 整个想法 那我们 事实上 这些命题 你可以猜猜猜猜的出来 那它证明呢 有时候要有点巧 所以就是 大家要学会这种巧的 那个 就是说要学会这些技巧 那 就会 技巧没有几个 对不对 所以 我假设 不对 假设结论不对 a大于b 那 我当然要用到limit 跟 那个 an的limit 跟bn的limit 那我就是希望利用这些limit 来说明 这个an 最后很接近a bn最后很接近b 那 既然a大于b 这个an最后要大于b n 起码某一些 那这个就不对了 因为这个是for all n的 所以 当然要用到limit 很接近 epsilon delta 或者是delta n epsilon n 一个好的epsilon 这个是个证数 他们差异的 一半 相当于就是 跟a距离一半 相当于就是说 我这里呢 在中间那个地方 这一刀 我要说 当a 当n大的时候 an都是在右方 bn都在左方 那就 一定不行嘛 这句话一定不对嘛 做完 那 我就是利用这个epsilon 因为 这样子的话呢 由于那个命题 我就 对于这个epsilon 就存在一个n大于0 存在一个n大于0 那 然后 我的 n以后的 小n 那个 an跟a的距离 an跟a的距离 是小于epsilon的 然后 bn的距离 bn跟b的距离 也是小于epsilon的 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两句话 相当于就是 我的 an 减a 是小于 是小于 正的 二分之a 减b 大于 负的 二分之a减b 相当于就是 二分之b减a 是这样子 而 这个 我将a移到左边 就表示我的an 是大于 a移到左边 就是b加a 除于2 对不对 好 那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 这条是一条线 二分之a加b 它的平均值 an 对于所有大的an 它都在右边 然后 这边 所有大的b n 我说它都要在左边 我将这个不等号 给它拆一拆 然后呢 将b加过去 我这边不用看它 我就看这个 我就看右边 将这个b加进去 就是有这个东西 而 就是 这个bn 小于an 矛盾 那矛盾在哪里 矛盾就是 当初我假设 这个a大于b 好 那这个是书上的定理来的 这里 补充一下 好 squeeze定理 之前我们有数列的squeeze定理 现在我们有函数的squeeze定理 它说什么 就是三个函数 一个比一个大 三个函数 一个比一个大 我刚才能看 especific 对 现在我们有数列的 这个图画当然是非常直观 我就是有一个X0 有一个X0 那我有一个 这个是H 这个是G 我的F就夹在G跟H中间 假如我各自呢 都有limit 而且limit都一样 都是L的话 则我就保证这个F有limit 等于L 那我说这个定理呢 事实上比comparison定理呢 要来得强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comparison定理呢 它AN跟BN 或者是你用函数来看 这个F跟G 我还是要确定它有limit 我才有相关的结论 这个各自的limit要存在 我有相关的结论 但是夹击不是 夹击 我这个F有没有limit 我当初是不知道的 我不是要证 定理告诉我一定有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特别呢 就是写上这个 X等于L 那这个是夹击的威力 在数列来说也是 我们的AN小于等于BN 小于等于CN 那AMCN都有limit 等于某一个A 则这个limitBN 一定要有 而且就等于A 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的这个定理的 这个结论是 相对来 相对这个comparison定理 要来得强多了 那因为你两边 都有同样的limit 当然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强的要求 所以有更强的结论 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 因为我们sequence 已经做完了这个事情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看 sequence的时候 是怎么证的 我们没有假设 它有limit 我们就是 就是当初是讲 就是说 CN跟L很接近 CN跟好像是L 我们用L CN跟L很接近 AN跟L很接近 所以导致呢 BN跟L也要很接近 那所以它就一定有limit 而且limit就等于L 是这样子的 那 现在因为有sequence 那个建立起来 你都函数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我要说 这个limit fx 要等于L的话 我就是随便一个sequence 在这个 这个是一个区间 然后呢 挖一个洞 挖走一个洞 一个x0 我不希望 我讲limit的时候呢 是不看这个x0的 那个值的 那我就是 我的xN 要去向x0的话 那因为 前面的 因为这两个limit的关系 我知道就是 gxN也是要去向L hN也是要去向L 那 所以 我利用这个 squeeze theorem 我是有 这个fxN 小于等于gxN 大于等于 这个是h来的 大于等于gxN 小于等于hxN 然后各自有 各自有limit 都是L 那我的fxN这个数列呢 就一定有limit 而且是等于 而且是等于L 就是我说的 一定要存在 而且等于L 这个是N去向无穷的 这个是一个数列的看法 所以 都好像没正一样 对不对 就是 很自然的就成立了 有这些呢 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 做不少事情了 比如说 我们先有这个 这个当然你用 epsilon delta 的语言 就不难正出来 我的 我想我不正了 就是你的delta 就是等于epsilon 这个是已知的 所以 你利用这个的话呢 就会imply 我的 比如说 任何的多项是 3x 五方 再加 再减去6x的平方 x去向x0 会是怎么样子 那 我们这些是 乘以一个小k 这个是前面定理 3.2所说的 这个3就可以 拉出来 然后呢 就看这个x的limit 那如果每一个x 都是去向x0的话 那它五方 就是五个x乘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等于 它们的limit 就是x0的五方 这边也是 这个是x0的平方 那你乘6 没有问题 乘3 没有问题 相减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多项 是没有问题的 不只是多项 是没有问题 就是 那个 有理函数 也没有问题 只要那个分母 非0 我这个有理函数 当然是没有问题 是 我就将 就好像将2 带进去一样 那这个分母呢 是等于20 这个分子呢 是2的五方 是 32 96 减24 所以是 所以是 好 好 那这个 我想这个都 这个四者 大家都应该很熟的 所以我这个 我不用多说了 然后 x的 n方 x的n方 当然就等于x0的n方 那x的alpha方 alpha是一个时数 大于0的 当x去向0的时候 那这个 那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就可以考量一个 复杂一点的东西 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 实际上是一个 有趣的函数 那我可以 证明是不难的 可能大家都看过了 你的xn 这个是一个用夹击 可以做的东西 因为 sine的x分级 事实上 当x很接近0的时候呢 x分级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 那然后 它的sine就是震荡的 就负1到1震荡 所以 确定什么值 我不清楚 可是它一定小于 1 大于 负1 所以它是 哦 它的最大值就是 xn的 绝对值 那三大于就是 x绝对值的n方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而 当x去向0 x绝对值也要去向0 然后 它的n方也要去向0 那 这个绝对值去向0呢 又是今天的一个City 那我们在 上星期三的时候呢 事实上是 我们有做了一个 数列的极限 如果 an 有limit a 那 an的绝对值 的limit应该是 等于 a的绝对值 那 这个在函数来说 大致上也是对的 那无论如何 这个是去向0 这个也是去向0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它是无路可逃 我就是说 by这个 squeeze theorem 这个limit呢 xn呢 是等于0 squeeze theorem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去证明东西的 不过 有很多同学呢 在 做这个 对于这些图呢 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我这里呢 我花一点时间去 去讲一讲这个图 比如说我现在呢 有一个x平方 sin x分之1 那 这个呢 是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它的图是怎么样子 那 我们算这个limit呢 如果我了解这个图的话呢 对算这个limit呢 是 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图应该怎么样 x平方的图是怎么样 是不是 事实上就是这个证明 这个是负x平方 这个东西 是1跟负1之间 换句话说 这个 afx这个曲线 一定就是这两条曲线中间嘛 不是吗 大概 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 击函数 当我的x越来越接近0的时候 我这里是震荡的 越来越紧密的 你想一想 x如果等于 nπ分之1 你的sinx分之1 是不是都等于0 nπ分之1 每一个都是0点 而这个有多少个点 这里有无穷个点 所以这里有无穷个0点 在这里 很复杂 可是 大概图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嘛 不是吗 所以它是活在两条曲线之间 这个就是squeeze定理的精神啊 它活在两条曲线之间 然后再来回震荡 而两条曲线 趋于同一个点 所以它中间的东西 可能震荡得很厉害 但是 它没路可逃 是不是 那相对于另外一个函数 sinx分之1 本身这个函数就 比这个复杂了 如果我们画的话呢 它最大就是1 最小就是负1 所以按照刚才的理解 我可以 预估出来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它是从负1到1 来回震荡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样子 它也是一个奇函数 它有无穷个0点在中间 这个有没有limit 这个没有limit 当它x接近0的时候 它就是在负1 哪里来回震荡 它越来越接近一个数吗 哪一个数 没有啊 这个数是这里吗 还是这里 还是这里 都不是 都不是 那这里 要讲一个没limit 我们的定理3.1 又有这个功能 这个是大家今天 最后我要讲的事情 就是第三个例子 limit sinx分之1 x去上0 所谓的不存在 这个是我要证的 是一个命题来的 怎么看呢 怎么看 我limitx呢 我选去一个 一个xn 就是等于刚才所说的 nπ分之1 我的sin的xn 就永远等于0 因为它是等于sin的nπ 永远等于0 我如果让另外一个sequence yn 它是2n加2分之1π 的导数 我的sin的yn 这个当然是 我的意思是说 xn是去上0 yn也是去上0 我的sin的yn 就会是等于 sin的2n加2分之1π 永远都是1 那 那这个会有limit吗 这个不可能 因为如果它有limit 等于某一个l 它任何的一个sequence 去上0 它的函数值 只要去上这个l 可是现在呢 你一阵子就去上0 一阵子就去上1 这个subsequence 当然 这个subsequence 我是选择 一阵子就是选这个系列 跟这个系列 是这样子的 那 所以 你这个l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嘛 那就表示说 这个limit呢 就是不存在 这个是利用 那你看 这个是很好 很方便的 如果你直接要去做 这个sin x分之1等于l的话 是很痛苦一回事了的 那现在呢 用这个sequence的看法的话呢 这个是3.1 我说 sin的x分之1呢 这个limit that's not exist 那我就证明完毕了 我找到两个subsequence 它们去上不同的 两个sequence 它们去上不同的 它们都去上0 但是函数值 却去上不同的极限 所以它不可能有limit 因为这个是违背了 我们的3.1的那个命题 如果它有limit 它就一定要同样一个数 是这样子 今天呢 我大概就是讲到这里 好了 今天就来到这里